当初给王心灵打榜的资本家终于暴露了自己 原来他真的就是洪荣源的总裁 即使总裁夫人就坐在身边 也没阻挡住他默默拿起手机拍照的小动作 当粉丝们大声喊出王心灵的名字时 只有他一个人喊的是爱你 这明目张胆的表白 真的不怕被总裁夫人发现回家贵脱衣板吗 其实当初王心灵上浪解时 拿的可是打酱油剧本 镜头少得离谱就算了 还被选为优先淘汰的人 然而就在他登上舞台时 仅用短短一分多钟的爱你 就让芒果台炸开了锅 这期节目播出后 屏幕前所有的粉丝就已经坐不住了 要知道他们早已不是当初没钱买CP的男孩 而是混迹在这个领域中的霸道总裁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女神镜头少到可怜时 便组织四家员工都去给偶像投票 还把给王心灵投票赚进了绩效考核 王心灵正在参加一个长风风浪的姐姐 大家都给王心灵多多投一下票 争取孩子搭到黄金 然后取了她的女婿 这番操作也是让芒果官方弄了阵脚 看到王心灵的热度居高不下 节目组只好连夜修改封面 鼓发了一些王心灵面舞的花絮 当时有很多年轻观众表示 根本不认识王心灵 质疑这是她买的热度 于是各家老婆纷纷晒出了自家老公 看到王心灵后的真实反应 一个个可都是真心实感 完全不像是装的 为了女神不被节目组强行剧本杀 已经成为董事的粉丝 开始资本运作 好去买芒果超美的股票 为王心灵打头 短短两天之内 芒果超美的股票一度暴涨近10% 市值直接飙升66亿 可以说用真心白云 更是冲出了一只王心灵的概念鼓 甚至直接放话表示 王心灵被淘汰出局时 就是粉丝们砸盘的时候 这可把芒果高层吓坏了 只好连夜加班修改剧本 疯狂给王心灵上镜头 而王心灵也不负众望 最终C位出道 估计芒果台也没有想到 四五十岁的中年霸总 追起新来会是如此疯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